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望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RNG 这周两岸间的新闻带领关注三个焦点 首先是台北跟上海的城市论坛 23号将在台北举办 在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两岸城市论坛具有哪些指标意义 而美国要在南海境内部署SAD飞弹系统 引发大陆强烈抗议 后续的发展跟引发的影响到底有哪些呢 此外大陆和日本在钓鱼岛的紧张情势升高 台湾应该如何看待 我们再度邀请广报总编辑王绰忠观察体系 非常欢迎王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现在谈的是有关台北跟上海的 城市论坛就是双城论坛 那么这是在前市长郝龙斌这类催生的 那么去年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 去年能不能够举办也成为外界相当重要的观察指标 就是未来民进党执政县市跟大陆的一些民间交流 不过今年能够如期举行到底有哪些意义 当然这次我们有看到相关很重要的讯息就是 这次上海市长杨雄跟副市长翁铁慧 都没有办法出席双城论坛 将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员会常委 就是上海市的唯统战部长沙海林代表 率对访谈 那么台北市政府当然是以平常心表示欢迎 不过解读到底大陆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总编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台湾一般的听众 听众可能很纳闷 为什么派了上海的统战部长来参加双城论坛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包括杨雄不能来 翁铁慧也不能来 其实我这里要跟听众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解析 因为我在大陆采访了26年新闻 对于大陆的体制 我们这些年来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共产党是威权体制 他是以党领政 所以有党职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上海市 人家说北京的官员最多 到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 因为北京有非常多的部级官员 但是上海市只有两个部级官员 我们开玩笑 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 他是以党领政 另外就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兼上海市长 他是以党领政 共产党比如在上海的党的 在中共的官僚体系里头 最高的是上海市委书记 过来是市委副书记 兼市长 一般有两个市委副书记 还有一个专职的副主 市委副书记 叫应勇 现在应勇的勇 勇敢的勇 他在整个领导阶层里头 他有12个常委 12个常委 那12个常委里头 他有党政军各种体系里头 兼任重要职务的才具有常委的身份 也就是说除了书记 两个副书记之外 那有一些相关的常委 沙海林是排名第六 那在党的组织里头 他是以党领政 也就是说在政府和党的体系里头 他是负责对台的事务的分管的 在常委会里头分管的对台的事务 是由他来负责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上海市有七八个 详细数字我现在不太清楚 但是他至少有七八个副市长 只有常务副市长 是具有常委的身份 刚才主持人提的 这位女的副市长 这个翁铁慧 他是根本连常委的身份都没有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从我们一般了解大陆体制来讲 他这一次的层级 原来大家估计说派个副市长 当然比副市长成绩高多了 因为副市长是没有常委的身份的 一般来讲 比如翁铁慧跟沙海林 在一个场合讲话的话 在一个场合的话 一定是沙海林支持 绝对不是翁铁慧会支持 翁铁慧会做在下面的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媒体 还有台湾的民众 常常我们说 其实知己要知彼 如果你对中国大陆要做出批判 或者对中国大陆要能够了解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体制 你才能去针对他的问题来了解 那我们是非常遗憾的 台湾现在很多的 包括媒体在内 对于大陆的体制不了解 然后随便的 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下结论 或者自己的观点来下结论 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总统府是表示正面 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蔡总统 对这样两岸的交流是正面 蔡总统开始到现在 就希望两岸关系 能够和平稳定 我们觉得从柯P 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来看 双政认团其实在两岸关系 因为520之后政党轮替 大陆认知 台湾没有认同九二共识 台湾没有支持九二共识的 这个蔡政府的情形下 双政认团能够举行 从某些意义来讲 这对两岸关系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维温的一个情形 那当这一头我们知道 在被大陆思维 这个是地方政府 当然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台北市跟上海市的互动 当然也是两边 地方政府的交流 不管你怎么认同 你认同中华民国也好 你认同中华人民 跟国国也好 不管你怎么样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交流 但是大陆现在同意 并没有降低层级 而且比2014年的层级 是拉高的 就是说跟2012年的层级来讲 是拉高的 2014年他派涂光照来 也就是说在2010年 该主持人提到的 2010年 郝龙斌跟当时的上海市长 当时的上海市长韩正 举行双城论坛以来 两边的常态性的举行 2011年是韩正来台湾 那时候他是以上海市长身份 他现在是上海市委书记 他职务又更高 那他是以上海市长身份来说 他主要是来台湾 推动这个上海市博的 因为他在市博前夕来台湾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2012年因为 双是大陆的这个 上海市的官员来台湾 也就是说 今年2012年 2014年 2012年是江平 他派了一个副市长来 那时候两岸关系很好 那时候黄冰一次召当市长 两岸关系也很好 他派了一个副市长来 只要来台湾 因为他当时的韩正 是特殊情形下来的 2014年他派的涂光照 就是当时的常务副市长 当具有上海市委常委的身份 也就是这一次 不但在两岸关系处在降 并没有降级 还维持的最高过去的 就是说起码是在 2014年的这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解读 大陆的这个形势 必须要能了解之后 才能做解读 而是不凭自己统战部长 我想柯P讲的蛮好 柯市长特别讲到说 这个两岸关系 就特别讲到说 对大陆的统战 大陆觉得很习义平常 那台湾好像觉得统战 就是好像 这可能跟过去 我们觉得说 在台湾维权体制下的教育 有影响有关 其实台湾已经截延那么久了 台湾趁1988年就截延了 那现在已经将近20多年了 台湾的民主化 还那么长时间 我们应该有更有信心 去面对这样子的态势 所以我们觉得 从这一次这个双城论坛 台湾不单纯 在两岸关系上 我想从总统府 不管是朝野政党来讲 我想主流政党 国民两党 应该对于这个事情 都要持以正面 和肯定的交流的方式 而且民党未来的 其他的四都 我们知道 包括草原 台中 高雄 台南 跟大陆城市交流 如果能够 按照科比这种模式 能够持续的推动 对于现在 两岸之间都暂停的 这个官方往来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属于这种 人对抗状态 能够做一些实施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未来还是有好处的 蔡总统一讲 我们知道执政党 现在特别民进党 也希望两岸关系 能够和平稳定 我想今天没有任何人 能够看到两岸关系 是不好的 那其实对台湾也不好 那这是除非 真的没有办法 那一步行看来 双城论坛 我想我们应该要 除了密切注意 这个事态的发展之外 更重要的 给予目前这样的态势 我们是应该要 给予正面的肯定的 是 那么台湾因为是 民选的市长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 一党领政 或许不太能够理解 他们在与关党的人事 或者是相关重要职务的分派 非常谢谢总编的解析 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 那么刚刚总编也说 这或许可以解读 两岸目前可能是 处于冷和 但是是不是回问 那个情况 后续有关双城论坛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 持续为听众朋友 做进一步的关注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 跟总编来探讨的是 有关美国要在南海 境内部署 萨德飞弹系统 引发大陆强烈抗议 我们陆续关注 有关后续的发展 有看到就是有关南海 在大陆一些艺文表演 都受到一些影响了 那么南海跟大陆 其实有很深的 经贸方面的一些合作交流 在文化或未来相关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 可能化解吗 还有大陆近期有可能会进一步 向美国表达 不满的动作 或者是说 美国有可能会下一步 在东亚 在部署 萨德飞弹系统吗 您的观察 包括台湾 对 大家最近很关注 其实我们昨天看到 相关的讯息 大陆已经 透过他们的媒体 把讯息放出来 是不是在台日 菲律宾 继续像在南海一样 决定在部署 这个萨德导弹 其实萨德导弹的部署 我特别跟听众朋友 在我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也曾经提过 这样的一个观点 它的反导系统 它的涵盖的雷达范围 会涵盖中国大陆和俄国 因为俄国在东北亚 那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所以中俄对于南海部署 萨德导弹都非常的感冒 非常的反对 对于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萨德导弹 未来在部署在日本 台湾 韩菲律宾 包括在南海这样部署 形成了过去冷战时期的 新的一个对于中国的封锁 有很多的国际政治的学者 把他视为说 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 新的冷战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大陆现在很担心 这种骨牌效应的发生 也就是南韩部署之后 如果就这样子没事了 那日本 台湾 菲律宾 都继续部署的话 那对于中国来讲 它其实又在封锁在 所谓美国的第一岛链内 以美国为主的 美日为主的这样子的 一个第一岛链之内 那台湾 菲律宾 也顺势这样子成为 遏止中国这个崛起的 一个重要的棋子 这样子的台式的新冷战 其实不是只有 沙特导弹把南韩拖下水 那现在大陆看到这种情势 那注意对南韩已经 开始一些动作 那当然我们知道 最新的这个动作 包括它解除对北韩的施压 向北韩提供粮食的援助 这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在今年初 东北亚因为北韩 频频试射导弹发展核弹 它这个导弹轨 在这个朝鲜半岛 大家都讨厌 连中国对它都非常感冒 中国也对它实施制裁 但这种态势 就是中美共管 这个北韩的这个态势 它已经因为美国决定 不输它的导弹 而打破 中国已经开始对北韩 因为北韩跟中国走在一起 过去是非常理所当然 但是因为北韩的采取 这个在朝鲜半岛 中国是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北韩打破这样的 它发展核武 中国自然对于北韩是不满的 所以对北韩采取施压 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沙尔导弹的部署 那又把中国跟北韩又拉在一起 甚至中俄北韩 又形成这样很明显的 在东北亚的这个三三的对抗 美日韩对中俄朝 或者说中俄北韩 那这样 这发展其实到底 对于各方是有利的 我觉得我们这可以好好再思考一下 但是萨的导弹 一旦着手部署 韩国的自己内部 其实现在也在闹分裂 没错 我们也看到他们内部已经不一致 那必然也影响到中韩之间 因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国是中国 这几年韩国经济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 很重要是它有中国的市场 而且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当然南韩跟中国关系 如果陷入一个僵局的话 那因为影响到这个中韩之间的 中国跟韩国的经贸的话 那台湾自然是 从某些意义来讲 是不是活力的一方 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态势的发展 这个整个东亚地区 陷入一个冷战状态 重新回到这个新冷战状态 其实对各方都不利的 是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来谈的是 有关吊岛的争议 那么这也是呢 这几年大家也不时的会看到 相关的一些争议 不过最近就是大陆船只呢 在钓鱼台周边有些活动 引发日本反弹 我们长期关注也知道 美国是挺日本的 怎么样解读中国大陆 最近在调导的一些战略思维 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动作 当然我们台湾也不能够 等闲适之了 我们延续刚才的 杀热导弹的话题 其实这也是整个美国 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重返亚洲也好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崛起也好 要走出西太平洋的 这样子的一个碰撞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 这种发展对抗是必然的 那我在节目中也曾经提过 那日本最近因为钓鱼岛 中国频频的这个派出 它的船舰巡逻钓鱼岛 而且在十二海里内 那对日本的这个 对钓岛主权的这个强调 其实造成很大的威胁 那日本也多次的这个召唤 中国的驻日大使 表达他们的严真的抗议 但是这个态势 其实已经并不奇怪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 整个对外政策 现在他已经不是真的乖乖的 就跟过去这种韬光养晦 虽然他还是强调 他韬光养晦 但实际作为好像不人 但是事实上 中国现在又造成一个继承事实 就像南海一样 他在南海主要的这个岛礁 部署了这个除了扩大田岛之外 田岛田礁之外 那也派遣军事的这个军队 还有军武器到这些岛屿 形成一个实质的一个影响力 那对于吊岛也是如此 既然我认知的吊岛是我的主权 我就平民派我的船只巡逻 那对日本造成很大的困扰 当然日本现在也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态势 关键是日本他也要积极的 来遏制中国 所以这样的态势 必然会形成一个常态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争执 那双方式的斗会不会破 那破了真的就是真的变成热战 那现在是冷战的状态下 那会热战 那这个当然拭目以待 这些几个大国来讲 中国日本后面的美国来讲 双方其实也变不乐见 说真的发生热战 但是这种冲突一触即发的感觉 是很明显的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日本这一次这样子做 对中国来讲 我是马上立刻回报 你在南海问题上 南海跟你没有关系 你离得那么远 你不是任何南海的伸所国 但是你在南海问题上 一直利用这种方式 派军舰到菲律宾 跑越南 去中国 去平民对中国 形成一种包围态势 宣示压迫态势 那我现在马上回敬你 所以中国从某些意义来讲 也立刻的告知日本说 你这样子的做法 我是不满的 我同样可以在东海 也继续的自首你 那当这种对抗的态势 我们并不乐见 而且我们觉得 这种冷战的方式 不小心有一个触碰点的话 最后就会进入热战 那对于东亚各方 包括台湾在内 我们都不愿乐见 看到这样的态势 好 美国现在正值 要进入这个总统大选的热计 那么在大陆方面 是展现了海上强权之资 我们希望这个区域紧张 不至于会升高 当然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 今天非常感谢 旺贸总编辑王冲中 针对这三大新闻焦点 我们做深注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王总编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